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 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定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到第三集 第三集的名称是叫做药命饮食 药命饮食就是指低脂、高碳水化合物、高蛋白饮食 现在再来复习一下第二集讲的 药命饮食 什么叫做药命饮食 正常饮食 其实就是按照母乳成分比例的饮食 它是一种均衡饮食 正常饮食 吃了不会生病的饮食 可以长命百岁的饮食 大家看我们这个婴儿吃的母乳 就是它的蛋白质 淀粉就是46% 脂肪47% 蛋白质是7% 占热量来源的百分比 那么经过这个全世界的营养学家 他们都认同说 好 我们这个正常人吃正常饮食 均衡饮食 就是指碳水化合物占50%能量来源 脂肪占48% 蛋白质占10% 5、4、1、50、40、10的比例 大家请记住 不要吃错了 那么为什么叫生酮呢 因为我们人5成的燃料来自葡萄糖 那么另外4成来自这个脂肪 那么脂肪它要代谢之前要先经过肝脏 变成酮体 所以说叫做生酮 5成的葡萄糖 4成的酮的饮食 那所谓药面饮食呢 就是低脂 高糖高淀粉高碳水化合物 以淀粉为主的素食 还有高蛋白饮食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很推崇的这个素食 这个是素食指引 Vargan Food Guide 这个是很知名的一个图 吃素食的人大部分都吃米 麦水果豆油脂 你看油脂我们不是说要占47%吗 它反而淀粉水果这些占很多 这个是典型的 这个传统的 大家素食大概都是这样吃吧 我也这样吃了10年 结果吃出一堆毛病 吃到四王毛玻璃 吃到血糖高到一千 我是深受其害 那么这个 既然这边打了一个大叉叉 我们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呢 要倒回来 这个油脂要吃得最多 多到50%都没有关系 60%也没有关系 75%也没有关系 那么其他反而要少 这个叫做正 这个就是 不会害命的饮食 那还有一种更离谱的饮食方法 就是葛森 葛森饮食法 它是提倡低脂 低蛋白 无盐纯素 还有吃大量的果汁 一天13杯的果汁 这个也是要命饮食的一种 害命饮食的一种 所以我们人 这个是营养素 我们看这个右边这三个 这个脂肪酸 应该要占40% 正常来讲 淀粉 糖分子应该要占50% 那么这个氨基酸 占10% 蛋白质 50% 40% 50%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比例 可是呢 我们现在的人 都没有按照这个比例再吃 一堆的理论 一堆的错误 像这个脂肪酸 我们讲369饱和 什么叫做必须脂肪酸呢 就是说不能没有的脂肪酸 是指Omega3跟6 没有的话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你看Omega3跟6很重要 这个Omega3可以抑制过敏 抑制发炎 抑制使血管扩张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图 这个是Omega6体质 Omega6吃太多容易发炎 这个产生PgE2 那么我们要正常的话呢 就是要补Omega3跟9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 饮食指引里面呢 我们建议吃Omega3跟9 没有建议吃到Omega3 6 Omega6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油脂 都是Omega6含量太多了 Omega3绝少 Omega9也很少 所以3跟9要补 那你补3也会有6 补9也会有6 如果你的必须脂肪酸缺乏的话呢 会怎么样 就是说 你的这个长年膜不好 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营养素了 还有肠肺脑漏症 就好像你家门没关好 这个坏人都跑进你家了 风火漫天了 全身都在发炎 你的免疫系统每天都在打仗 就要风火漫天了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脂肪肌跟酸嘛 还有呢 就是如果你油脂吃不够 制造神经传导素的原料不足 一堆精神病就会产生了 忧異啊 恐慌啊 躁愈症啊 其实都跟你油脂吃不够 关系非常的大 还有神经退化性疾病也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吃得很清淡 油都不敢吃 就引起一堆的这个毛病 还有就是抗体的原料不足啊 免疫力低下 很多人啊 他几乎没有什么过敏 可是身体很不好 他这个免疫力低下 就好像你 要做抗体不是要有原料吗 原料脂肪也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他就有免疫力低下 没有原料可以制造抗体 还有就是神经细胞 没有原料可以修复嘛 像这个阿茨海默症啊 巴金森啊 都是这些原因引起的 所以BC脂肪酸啊 很重要 如果好油缺乏啊 细胞膜就没有办法维持完整的功能了 在这个在那个 呃 肠面饮食那篇都有讲到 所以BC脂肪酸就好像是建筑物的水泥啊 你偷工减料啊 建筑物就会 会这个漏洞百出啊 会漏水啊 水池也会漏水呢 影响这个工程的这个品质 比方说影响肠肺脑漏症 好 我们正常来讲呢 这个蛋白质 好 坏的东西不会跑到身体里面去 营养素会进来 好 现在你这个油脂吃不够 营养素反而进不来了 卡到这里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油脂 让这个营养素可以进来 坏的过敏啊 等等啊 不会进到身体里面 那么这一这个 BPD是讲说 很多法定专业健康人士啊 叫人要吃这个药命饮食啊 呃 这个我也想 我也不是在批评谁了 应该是批评过去的我自己吧 其实啊 以前我跟很多很多很多 现在的意思一样啊 如果不是我自己吃出问题 我大概还是这样 就是说 哦 看到三酸甘油脂膏的人就 哇 你要少吃油呢 不能够吃油啊 要滴油啊 所以患者回家就很乖了 滴油不沾 吃不敢不但不敢吃油 还要把这个 还要吃医生开给他的 酱三酸甘油脂的药 其实啊 三酸甘油脂膏跟油关系不是很大 主要是淀粉吃多 产生三酸甘油脂嘛 所以就越吃就越严重 就永远脱离不了药了 就很多毛病就跑出来了 再来呢 就是胆固醇过高的患者 要吃低脂饮食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 胆固醇是自己制造的偏多嘛 不是吃进来的 其实啊 胆固醇过高的人 就是要吃到好油 他的胆固醇才会降低 发炎才会降低 这个很多人很多这个医师 新陈代 尤其是新陈代谢科医师 他们可能对这个 非常的不认同 因为教科书不是这样教的嘛 教科书 大部分都是药厂写的 他希望能够卖多一点 酸酸钢固醇的药啊 胆固醇的药啊 降低HDL的药啊等等 他们教科书不是这样写的 教科书是药厂编的嘛 所以说他们希望人家多吃药 比方说HDL降低了 LDL高了 医生也叫你要吃清淡饮食 差了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都在吃这个断糖生酮饮食以后 油吃到很多 好油吃到很多的时候呢 HDL全部都正常了 LDL也都正常了 比例也都很好了这样 还有就是肥胖的患者 要吃第一次饮食 越减就越肥 人也不过就是油脂跟碳水化合物嘛 那你油不吃 你要活下去你吃什么 就只好吃淀粉了嘛 因为淀粉就是会变成葡萄糖嘛 葡萄糖就会变成油脂啊 就会引起肥胖嘛 所以越吃越胖 越减越肥 有时候我是觉得 这个可能要几百年后 大家教科书才会改吧 就是说 其实我们所谓专业健康的人士 他们不是治疗疾病 是制造疾病 就是做了一堆这个错误的建议 我自己是受害者了 那我现在醒悟了 我觉得这样应该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还有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 淀粉水果 使用过量 会引发葡萄糖 果糖中毒 比方说细胞内酸中毒啊 肥胖啊 脂肪肝啊 肝硬化啦 糖尿病啊 脑神经疾病啊 这个我们在21集里面 都会一集一集都会谈到 谈到 所以说尤其是那个糖方面 在第五集就会讲了一个 隐藏了一个 母乳隐藏了一个糖不可贵 过量的密码 大家看一下就会很了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谈到这个 低脂饮食 谈到这个高蛋白饮食 高蛋白饮食也是一个绝对的这个错误 高蛋白饮食的这个推广呢 也是很久了 听说 听说这个起源应该在美国吧 他们这个养猪啊 养鸡的人啊 就希望能够你吃多一点肉 所以建议人家多吃肉 你看这个阿金饮食 它也叫做生酮饮食哦 你看它是指下面这个肉类居多 大部分是肉 还有就是阿金饮食 阿金蛋 它也是这个肉啊 蔬菜啊 全古类 你看它的油脂都是来自肉跟蛋 没有提到要吃油啊 没有吃到好油 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全古类坚果这样 这个叫做阿金饮食 所以说 你看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不是说 淀粉 碳水化物应该占能量的百分之五十吧 结果很多人知道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五两百 就是一堆病 那么油脂呢 应该占百分之十四的 很多人就怕油怕得要命 就吃不到五百十十个巴士 这个也是引起一堆疾病 完全失衡了嘛 还有蛋白质呢 很多人油也不吃 淀粉也不吃 这阿基饮食 但这个肉类 就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量 这个就是我们说这种 这种叫疯了 疯的吃法 阿基饮食 这个他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 叫提倡吃肉减肥 其实他自己很胖 胖到117公斤 BMI36正常是18.5到26 他最后呢 就是因为心脏衰竭死了 高血压 糖尿病 死以心肌梗塞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蛋白质 有一半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你吃蛋的蛋白质 他跟吃葡萄糖是有益起同工之妙 他也会变成脂肪 所以说蛋白质吃多也是绝对不行的 还有一点就是蛋白质是一个很劣质的燃料 他基本上是不能够当成燃料 蛋白质其实他只是做一个这个修复用的 他绝对不能当作燃料 不能够当作燃料 你看我们的这个细胞膜 这个是中间这个叫蛋白质 蛋白质 他就是一个好像我们钢筋水泥 他不是用来当燃料的 千万千万不能当燃料 那我们最好的燃料呢 就是葡萄糖跟脂肪酸嘛 他会产生这个二氧化碳跟水 还有ATP能量 可是你吃蛋白质的话 他就会产生这个尿素 尿酸 胺 盐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蛋白质吃下来 他产生三个很难够很难处理的这个废弃物 最左边的就是ammonia 中间是尿素 还有尿酸 这个ammonia 大家知道嘛 肝衰竭的人 他就是ammonia昏迷嘛 氨中毒啊 氨可能到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大概到一百二人就昏迷了 所以ammonia 肝是解毒的 把ammonia解毒掉 所以你看那个肝昏迷的人 都不准他吃太多蛋白质 还有这个尿素也是一样 尿素 它是尿素蛋 就是肾脏排掉的 ammonia是肝脏 所以你看洗肾的人也是不能够吃大量蛋白质啊 对不对 还有就是尿酸 这个都要需要很多能量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用这个蛋白质来去做这个燃烧的话 你得不偿失啊 所以很多人蛋白质吃太多 吃出一堆毛病 尤其是练健身的人 常常吃高蛋白 像这边 11月16号媒体有一个综合报道 就是说高雄有一家医学中心 他收到一个21岁妈妈的生一个小孩 四个月大的男婴吃这个高蛋白奶粉 引起恒伦肌溶解症 因为这个妈妈 她本身就是练健身的嘛 练健身的错误的 她是认为正确的 吃这个高蛋白奶粉 脂肪很少 吃啊吃啊 最后呢 这个小孩子啊 就吃吃 差一点死掉 每天六餐 吃这个健身高蛋白奶粉 来的时候呢 全身软弱无力 血液里面甲理质啊 电解质不平衡 好像那个恒伦肌溶解症一样 所以呢 我们人啊 就是不要乱吃了 不要吃要命饮食 淀粉吃太多 50% 50个percent 就是很好 油脂四十 四十 五十 四十 十这样 你任何一种偏差了 都不行 不过比较特别的就是 油脂是多反而没有关系 我们叫断糖生酮饮食 我本身就是吃这个 我完全没有吃淀粉 我的淀粉占量很少 所以这个三种里面的 唯一可以多吃的就是油脂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中华自然医学 隐私疗法里面的一个很独特的这个观点 我们讲一部车 你长期加挫油 引擎就会故障了 会引发各种疾病 什么叫做加挫油呢 你一部车是柴油的就加柴油嘛 汽油引擎就加汽油嘛 你柴油车加到柴油 汽油车加到柴油 车子不抛锚才怪 所以说我们细胞就是有立腺体嘛 立腺体就是我们细胞的引擎 对不对 这个引擎要加兑油 这个加兑油 那我们细胞里面烧葡萄糖嘛 烧脂肪酸 你脂肪酸跟葡萄糖的比例要合理啊 对不对 如果你不合理 这个碳水化后油脂 蛋白质 本来要5040跟10的比例 你乱加 车子就抛锚了 车子是一定抛锚的嘛 当然暂时不会抛锚 久了就一堆疾病就产生了嘛 所以我们说正常人亚健康 这个代谢症候群跟癌症 都是这样来的啊 就是吃错东西嘛 大部分都跟饮食有关 所以什么叫亚健康呢 就是说很多人自我感觉良好 他觉得我没有病啊 我很好啊 那我们经常测 很多人你跟他说 像我们有时候 做这个 有时候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帮大家测尿 免费测尿 结果呢 很多人尿都是8啊 9啊 这样减薪很多 没有酸没有排出来 可是啊 没有人当成一回事哦 自我感觉良好 再来就是说 自己都觉得没病啊 脑波 可是看脑波 很多人年龄比我小很多 我都快70了嘛 我的脑波 大概跟十几二十岁的人一样 可是我看很多三四十岁的人 脑波就没有我的三分之一啊 我跟他说他们都不相信 我好好的啊 我说你是一个阿滋采摩症的高危险群 好像也没有人会相信这样 还有就是说有人觉得很健康 可是呢 他脑细胞放出了电波 我们叫自立神经嘛 降低了 他也觉得很好 就叫亚健康 好像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健康 很多 很多人可是又有一些人 他身体感觉很难受 医生说你正常啊 正常啊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有人勾选了好几十上百种的症状 可是医生只开药帮你遮盖 遮掩那个症状 比方说浅眠啊 医生就开爱民药啊 瓶尿开药啊 腹脏开药啊 屁多没有药好开啊 头晕啊 头脑昏沉啊 脑雾啊 心剂啊 手脚冰等水肿发胖 体脂肪高 心情不好啦 开点血清素 看那个血清素的药给你 提不起劲啊 什么都不想做 这样就很多人心情很烦嘛 可是医生好像也不把你当作有病 事实上这些都是亚健康 不过啊 我们器官损坏啊 其实啊 自己都会感觉不到啊 比方说肝脏损坏50% 你的那个血红素啊 白蛋白亚都正常啊 ammonia也正常 可是肝脏要坏掉90% 以上的检验数字才会异常 一发现哇 肝硬化 还有脂肪肝啊 肝硬化 甚至肝癌 因为肝是没有感觉神经的嘛 不会痛 有时候一发现哇 黄胆 附水 一发现就是肝癌默起了 没有办法开刀 没有办法治疗 这样 还有肾脏 坏掉50% 也不会怎么样啊 很多人说 亲人捐一个肾脏 自己还是好好的 肾丝球过离离 什么都正常 可是两个肾脏都坏了 它叫尿毒嘛 医生跟你说要洗身一辈子 这样 这个都是器官损坏 自己感觉不到 还有就是 很多人心 心那个冠状动脉堵塞 30% 40% 50% 50%都没有症状 一有症状就是心肌梗塞 50%的人 根据统计到不了医院 我们叫DOA 或者是OCA这样 导演已死亡 我本身是急诊科医师 做了十年 我也碰过很多 导演已死亡的 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患者 那有些人发言发言 我们讲乳腺增生 医生说没关系啦 观察观察观察 没有很大啦 等到大到某个程度 一切片 就是乳癌 这样 所以说 器官损坏生病 自己感觉不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 长命饮食 不要吃低脂高糖高淀粉 高蛋白饮食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大家看这个 50 40跟10个%的 这个标准要遵守 油可以多吃 好油可以多吃 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